一直卡在部份站在鐵圈保障作業沒有完成 讓北港町北新路透過開通以及水道町停工半年 現在終於出現尋規劃10天的希望 因為這間我們的北城路就是我們的 拆遷補償是一筆很大的數目600多萬 好在我們雲林縣長、李敬榮縣長 和北港政公所倒三天 將這六百幾萬的用地拆遷補償 可以先借工所來發行 可以讓這條道路 讓這間住戶 讓他們領到保障費 這條北城路趕快來拆遷 在他們建設想要輸出經費的壓力之下 北港町公所已經一支協調 北新路的拆遷保障問題 那般地下的建設可以入去完工 但是今年立委開工 剛才剛才有人做新團 對部做有意見 不願意耍威 阻礙道路透過工廠 讓公所倒沒力燒 那後來這個聖天公跟這個聖佛堂 這個部分他們也一直在爭取 他們的所謂的救濟補償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正在努力當中 那我們就先行跟他協調 先行讓我們把這個建物在 10月15號以前完成拆除 這個部分營建署就同意讓這一段復工 也不會讓這一段那個致詞結算掉 這段時間的經濟公所 積極跟我們兩間廟宇還有住戶 來做一個協商 兩間四廟完成拆遷 今天早上延建署也來現場會結束了 已經通知他們的承包廠商要求明天還是今天就要趕快進場施工 大家聽說年以來的一支行人金星大參加 中生地獄黨議社會 聽說也已經將建局部貼圖 希望冠軍會好時間 上京地每年都立年前完工 記者的家三層元 拜拜